大家好,我是王布朗,说半导,今天要开创一个新的章节,叫做Silicon Carbon,高频高压半导世界里面,除了Gamnitride之外,其他另外一个也是很厉害,非常厉害的碳化,碳化硅,Silicon Carbon. 那么今天讲的是一个Summary,是Silicon Carbon Device Technology,它的用处了它的各大公司,目前的状况,给大家做个简介,那么至于细节的部分,会在下面的章节继续打开,那么我称之它为是一粒想当当的铜碗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的Icebreaker,规矩,刚开始来一个Icebreaker, Icebreaker,给大家娱乐一下,原来这个想当当的铜碗豆,是元朝第一浪子,关汉清他写的,他写的,这个不扶老这边,什么意思呢,他写的,我是尊不烂,煮不熟,吹不扁,草不爆,想当当一粒铜碗豆,也很有意思, 他认为他是这个,元朝第一浪子,普天,普天下狼军领袖,盖世界浪子,浪子斑头啊,王国威还平常是一无一绑,自助为词,而其词,而其言,取尽人情,自自本色,确实,他的写的词啊,非常是自自本色,原人第一, 那么,我是为什么要拿他做开敞白呢,在高频高压半岛的世界里,我们也可以开个玩笑说,silicon carbide也是一粒想当当的铜碗豆,怎么回事呢, 有人会问说,为什么这种carbide是一粒想当当的铜碗豆,解答是他比铜碗豆厉害多了,他的化性无比的稳定,不畏许多强酸,所以呢,他甚至可以在这个医学上使用,bio,还有这个chemotherapy,这些东西,他都可以放到人体里面,他不会腐蚀嘛,性格非常刚烈无比, 印度接近钻石,能够忍受极高温,工作温度可以升到1500甚至有到1900,绝不软化,他是一个像当当的铜碗豆,绝不会软化,你加热,铜加热还会软成铜泥一样,他不会的,他不会软化,只会气化,sublimation,这个是很厉害的,那么就比方说你做个原件的时候,你要使他坏啊,别的东西先坏掉, 还是最后一个坏的,他可以,他可以是这么厉害,他的热传导性,就是kf, deconductivity,非常地大, 而他的,他的cte, 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很小,这意思是说什么呢,他的温差很大的时候, 他能够忍受极大的formal shock,这个代表说你一个飞弹,这个突然从大气层中进来,大气层中进来,那不是你的壳很热吗,那你的壳很热会影响里面的一些电子元件啊,那你电子元件是不是就要能够忍受高温,如果你用硅的话,搞不好就坏掉, 哎,用这个碳化硅,没问题的,至少可以忍受极大的热冲击,他可以用很多很多广泛的地方啊, 那个biosensing啊,还有很多很奥妙的这个用途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章节呢,倒不是讲,他用来做这些其他的用途, 我们主要是用来相关于高频高压电子器件,这个是我们要用他的地方啊, 那么高,这是以前我们刚刚在讲Galm Nitride的时候啊,讲过嘛,高功率高频半导将会有四大金刚, 就是Silicon Harbine,硅,碳化硅,Galm Arsene,氮化夹,这个这个氮化, 这个氮化,这个氮化架,这几个东西呢,都是,现在最红呢,那Silicon还是,其实还是大家都在用的, 在某些特殊的状况之下呢,你已经要用这个第三代, 就第二代也还是在用,但是少多了嘛,要move on到第三代,第三代,这两个材料, 为什么要,要往他们走呢,是因为你的,你的这个Energy Bank Gap 够大, 他这个特别好的是他的Breakfield,他的Breakdownfield, EB啊,特别比贵大了十倍,这两个差不多,都比贵大了十倍, 这是他最重要的,你看他的Thomal Conflictivity, 他的热传岛打了三倍,这个还不行,你看, Galm Nitride的热传岛还没有贵好, 所以说,Silicon Carbide在这个地方,他又已经爬了, 表示说,他在超高温的状况之下呢,他比, 比Galm Nitride还要稳定, 他的速度呢,差不多都很快, 比这个Drip Velocity, 他电子速度,飘移速度, 在这个 riktride里面,比贵啊,要那么大, 讲迹三倍, Direlectric constant嘛,两个都不, 都是比较差一点,就有点7, 这点稍微差一点, 这个地方都通常是越高越好, 但是你这个、还好吧, 就差了10%, 啊, PM Control, 这还不错,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他的这个Shotky Dial, 外面有麦, 啊,这个是有麦, Dermarca, OK, 这个还可以 因为它Themoxide就是SiO2 而这个Gamitri的Themoxide就不行 这个是非常的差 非常的差 那么Sea Gong 它的这个Themoxide 那最好 它的Themoxide就是SiO2 它也是 当然它可能还有一点淡 但是基本上这两个都算是不错 那么我们上次讲过 这几个我们用一个蜘蛛擂台 Spider Map 去了解 各家 这个每一个材料 它能够适用的范围 这个蕾台 那么你看这里是 Electrical Fields Energy Bang Gap Electrical Velocity Melting Temperature Thermal Conductivity 而这个蓝区所在 Silicon Carbide最好 在这个Thermal Conductivity而言 它算是最好 而其他的呢 它有的不如 像这个用它的不如 给它拿出来 Electrical Hue 它其实 有人说 前面那个表写三 其实很多人说是二而已 OK 那么简单的来讲 你可以看到 它对于高温的用度是特别大 这边呢 还有别人说 那你这个Silicon好不好 还是没办法用 但是呢 还是有人认为说 我把它弄薄了以后 它还可以用到High Frequency 这个是一个叫AMD的厂商 一个Starter Company 做的 那么就是说 这个Spider Web 事实上还是可以不停的改变 你要知道 原来的雷台组是Silicon 你要打败它 还是要经过努力 不见那么简单 它是目前还是雷台组 你要打凝它的话 你必须 比方说你的温度特别高 它受不了 或者说是某个特殊状况 所以说 还是不用给人不行 基本上我们如果能够用Silicon 我们还是用Silicon 因为它最稳定 工艺最好 那么我们比较 这个章节讲 Silicon Carbide 那么Silicon Carbide 跟这个Silicon 它们在 你看Breakdown Voltage 哪一个用的最多呢 Silicon 它有这个MOSFET 当然大家都知道 然后Igb 这个以后我们会解释 Single Junction MOSFET 那么 SIC呢 它在MOSFET 这个地方已经大量在卖 在汽车EV Electrical Vehicle上弄了很多 这两个颜色的不同 是一个叫做 Majority Carrier Devices 一个是Majority Carrier Devices 这些东西 我们以后会再讨论 这个Device的时候 详细给你说明 你看 在这个 有个最大不同 是这个MOSFET 这两个都是蓝色 在Silicon里面 Majority Carrier 还是币呢 它怎么还是一样 但是它 它能够 能够工作的Valte 特别大 到3K 这个资料 还是旧的 现在可以冲更高了 这个 大家这个 SIC 特别在高压 高电压方面 跟高电流方面 特别能够小 好处很多 好处很多 那么 世界 淡化硅世界的 无烟战已经开打 第三代半导体的主要用途 就是控制高电流 公寓半导体 因为高电流可以 因为 马达的运作需要高的电流 那么电流怎么来呢 怎么控制呢 这个就是 碳化硅啊 或者给Majority 可以做的事情 那有时候是5G啊 5G信息它又很快 它有耗能很大 它那个机台怎么做 也要给它Majority 或者说是 这个Silicon Carbon 那么 中国第三代呢 这个有不少家在做 这是它的地点 这是前几年前 前几年前的这个版图 你看不少家 15个家 那么最近美国开了一家 是一共Carbite的Chip Plant 在纽约州那里 开了一个叫做Woobs B 等一下我们会详细介绍 介绍它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Woobs B是 是2020 2022年 刚刚成立没多久 它以前是就是那个Cree Cree 重新包装出来 每个中午可能给来不少钱 然后开了一个新的厂 而这个厂 它是世界唯一能够做8寸 这是一个8寸 全世界就是它 目前 目前在我这个讲稿的时候 能够做出来 等一下我们会再细谈它 Silicon Carbon 叫Silicon 细件 我们说它就是比较厉害 那到底厉害在哪里 这个图 讲得还不错 很清楚 比方说它可以 讲说Silicon这么大 它就变得这么小 因为它电阻比较小 它很快 它Fast Operation 比方说Silicon 必须只有这个频率 它还有很高的频率 Gegahers 可以运转 很好 那么High Temperature 那Silicon呢 那个High Temperature 它上了200度受不了 那么Silicon Carbon 250以上还可以 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趣的 这个地方是 Cooling System 在硅呢 在高电 高压 高频的世界里面 它的耗能 它散热太多了 所以说它不需要用水来护力 但是用这个 这个 大化 Silicon Carbon 来做的话 它就Air Cool 就好 那这个就 这个就差很远 你又接水来的话 那你想想看 你必须要有个Water Pump 整套系统 然后又 有些冷却剂 你很麻烦的 这个就不用 对不对 而且它的 Peripheral 是说它的周边的元件 也因为如此 它可以变得很小 少十倍 你看这个Module 少十倍 十倍 这个就是 Core by 为什么越来 越流行的关系 特别是在 EV里面 你这个电动车里面 你往往要 空间不大呀 对不对 你要把空间 留出来给顾客吧 给乘客 你不要用那个 这个 对不对 这个是很 不要把它这个 所有的元件装里面 变个坦克车一样 那里面人 急死了 这个就不会 对不对 这个就是它的好处 那么 我们上次提过 这个M Nitro 可以再累进 在Core by上面吗 这个Core by除了 做成电子元件之外 它可以做别人的基地 因为它为什么呢 你看 因为M Nitro 跟Core by的 本身的这个 金格 非常接近 当然你说 我3.2左右 我们最流行是Core by 没有错 没有错 这个地方 如果你能 可是从这个地方 做到这个 这个地方 那就是太过 它的这个 Latism's Mesh太大 它的DPEG太多 所以很麻烦 而这个地方呢 就不会的 这个地方是 现在最高级的 太空用 太空站用的 用这个 用这个 如果你要一个 M Nitro的电子元件 最靠 如果在太空 在太空里面 要用的话 大家会选Core by 最贵 但是这个 最稳定 最好用啊 所以啊 这个 Gam Nitride on Silicone Carbide 更可靠 当然也更贵了吧 你看 你看 这个Gam Nitride on Silicone Carbide 跟 Silicone 你看这个 特别热 热起来了 就这样很凉快 所以说它可以 54度C 更高温 可以在 更高 54度C 上工作 这个 然后呢 它那个 它能够更长寿 因为它凉快 这个更凉快 它就活了更久 那么 Soitech 这个公司呢 最近 也收购了一家 Silicone Carbide 公司呢 它是 它发展的东西 不一样 它是不是长出来 它长出来 要是把它切成 一片一片 粘在上面 它用青刀 就我们以前讲过 以轻微刀的技术 就是Hydrogen Smart Cut 这个技术呢 它能够把 Cicone Carbide 不用累金的方式 而用切 然后粘上去 归金元的方式呢 耗尘可以 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省钱 而且品质很高 你看 6inch 它能够做出来了 它如果做出 如果能够做出8inch 更有细了 你看 至于看一下 这个Sicone Carbide 它是有点透明的 透明 如果你给它染色的话 给它Doping的话 它染成绿色 蓝色 什么颜色 很漂亮 那么 SIC的产业链呢 你看刚刚讲过 太多 指示价 数字价 那么刚刚讲过 Soytech 等一下我们会讲 这个Wolfgang 还有讲 这个特别 比较厉害的 Infinian Infinian最近也不错 OK 那给Nitra产业 我们讲过了 我们就不讲 那现在看 谈一谈是Infinian Infinian在2020年的时候 它Power Discrete 它的Power Devices 是世界第一 20% 现在 应该差不了多少 那么剩下的这些公司呢 你可以看到 这些公司都是 没有人比它大 你看第二名呢 是8.3% On Semiconductor 这个半年公司叫做 On 很有意思 你看它能够用的地方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它能够用的 然后这个洗衣机到这里都可以 就是当然了 你不会大概 在有些状况之下 因为洗衣机要用大电流 反正什么地方需要大电流的 你可以使用Carbine 大概就不错 如果你是高级货 你的那个洗衣机特别高级 最高级那一个Level的 也许你就用Carbine 也不在乎价钱 那么主要的这个Tarkin 它的主要的主要的这个电压呢 大概是650到3300 而这个Nitrine呢 是600之下 所以大家紧水不犯河水 对不对 那Silicon到处都能做 最多它做了很多啊 对不对 但是它比较 比较有它的缺点 它的耐用啊 什么啦 体积啊 如果你不考虑它 你还是用它嘛 如果你考虑体积 要变得很小很小 那你还是要用Carbine 主流 目前还是 它能够做 你看 它几乎能够做所有的东西 只是做的没有那么精良而已 而且特别笨重 那么将来你要走 什么方向 当然 如果是电动车的话 这个方向是跑不掉的 特别是这个东西 跑不掉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Incredient呢 它的产品 它叫Core SIC Core S 就SIC本来就很凉快 它就弄个好听的名字 你看 我们在下面两张会讲这个 这个Dial 耳机管 还有MOSFET 电净体都会讲 你看它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发表的时候 已经有1700瓦 这个产品 在MOSFET 你可以装这个产品 对不对 你比较去我们芯片里面的MOSFET 它的工作电压多少呢 一伏 不到一伏 里面七伏 就知道 这个量是1700瓦 很恐怖的数字 那么Infinite的 我们简单讲 下一张要讲的Shotky Dial 它的Dial 像这个1200瓦 能够做 它在卖的元件 这个是它跟元件配合以后的 电路 可以实现更高的输出功率 和开关频率 就可以 可以更多的Power 你看 这点讲 在某个高电压之下 一个强大的电流出现 它都能够忍受 能够操纵 重点是 不仅是忍受 还要操纵 它的 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厉害的地方就是 Key Feature 好处 或者Key Benefit 这就是我们将来要讲的细节部分 到底为什么 它的 这个 reverse recovery loss 很低 接近于零 那这个 它FORG 这个Voltage distribution 怎么样控制变得很tight Temperature independence Switching Behaviour 这些东西呢 都是 我能够忍受高温 而且我不会漂移 这些 这些的优点 这等一下 就是以后 我们要 讲解的东西了 你看 它可以 竟然可以 弄到40个A 以一个 普通的 Shot Dial 就几个A 它能够弄到40个A 它能够忍受 这么高的电流 这就叫它 优点 那么 这个就是 Infinium 它主要的产品 有Dial 还有这个Mosfet 这是以后 我们要谈的东西 广告一下 那Worpspeed 是世界第一个 八寸厂 这个是它 八寸晶圆 那么 它以前是Cree 它在纽约州 我们刚刚讲过 它就想像说 整个工厂 都做这个EV 大概要给Elon Musk 还有别的家 别教育着做 所以它声音应该不错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有趣的东西 这个是Worpspeed 有个记者 跟那个访问的时候 这个工程师 跟他玩了一个游戏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所以放给大家看 有很多人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和我们的技术 和我们的技术 背后的技术 卡拜 and silicon carbide has around three times the silicon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silicon the incumbent technology wow so what i'd like for you to do is this little bit of hands-on demonstration yeah i love hands-on demonstration i have to put the mic down or could you i'll hold this you hold that so what you're going to do this is a silicon wafer yeah i'm a technology and you're going to hold it in your hands like this make good contact with it okay and i want you to do is lightly press into that piece of ice okay don't saw don't apply too much pressure you're not trying to crush it no cheating is what you're saying no cheating okay just feel the way that the ice responds okay and this this is silicon carbide in my hand right this is silicon this is the old technology okay let's see just try for a little bit and then we're going to give you an upgrade all right let's see what do you can you oh can you see that i'm not sawing i'm just holding i'm all right all right it didn't do much it didn't do much all right so i'm going to switch this the other direction okay and this is a silicon carbide wafer you're going to do the exact same thing and this is what we're making back there that's exactly right okay all right and do the same exact thing exact same thing all right and i want you to pay attention just oh my gosh it it really just zips right through are you kidding me right now and what do you feel in your hands and nothing appreciate it yeah so listen we're here now you can tell 刚刚那个电影啊很明显的很明显的这个告诉我们如果你如果你用 龜金元你用这个龜金元去切那个冰的时候你手上的热是没有办法传到冰上 所以冰不会融化但是如果你手上两手抱的含的啊两手合的是一片啊所以讲 靠白的话那个热会马上传到冰上面把冰融化你就不需要粗力可以让你了解这个 这个靠白还有还有它的传导性就比龜高了三倍以后就三倍而已竟然能够达到这么大的效果啊 非常impressive ok很有意思那么实用靠白电子元件呢这个器件呢它有很多种很多种 那么有这个所谓的这个JBS啊 小几个barrier dial MOSFET Trench MOSFET BJT 这个Electro Channel这很多很多花样 这个都是我们将来啊要一一探讨的我们第一个要从油碱入深嘛对不对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些这个Sharky dial SBD啊啊跟它PN Junction 这两个啊从技术讲起让大家了解这样就比较有意思那如果一下讲得很深的话恐怕不容易了解 ok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了这个啊啊 这个这个Cygon Carbide它是一个想当当的铜碗豆 它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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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用途它有很够很不一样的跟龜很不一样的性质 那么怎么样利用这些性质呢做出很多特别的电子元件 特别现在在新一代啊 半斤半导体除了这个逻辑计算的还不行之外呢 它在高频5G以及 这个EV Electrical Vehicle方面呢有很大的用处 那么在武器方面也是一样啊 这些都是新的各国啊在专业的东西啊 这些是新的主要是新的主要是新的主要